像假的一样你终一下 他是史上最暴躁大熊猫 上打金钱报下做不长眼的柴 暴君胡子的战斗力有多强 1989年9月21日 秦岭深处的山林里面 一阵熊猫幼崽的啼哭响彻秦岭 与此同时 整个秦岭森林都在低语着这个名字 胡子 这就是熊猫娇娇的后裔 秦岭深处的暴君 长青自然保护区的统治者 即全境守护者 一天不打架就浑身不舒服胖达 1950高地峡谷的国王 豺狼毁灭着娇娇之子 胡子 胡子也是自出生开始 就被两脚兽所拍摄记录的 第一只野生大熊猫 胡子的一生可谓是坎坷至极 本来在妈妈身边衣食无忧的胡子 在两岁的时候 由于妈妈怀孕了 所以胡子就被妈妈直接赶走 但胡子需要到达三岁 才会得到一个无敌的帮 在这之前 幼年的胡子就可能会被各种动物所捕裂 接下来不出意外的 就得出点意外了 胡子不慎被捕受家家伤了又前找 而且还遭遇到了成群的豺狼围攻 这时候设置组出手了 毕竟再不出手 两年的工作就为了豺狼了 这个时候潘文师登场 潘老爷子不得不说可是个狠 不知道从哪捡的棍子 从天而降跳出来 就是一棍子抡在豺狼脑袋上 正打架的两边都懵了 您哪位 您从哪冒出来 这谁叫的场外支援 不是这怎么还能叫场外支援的 结果就是豺狼被潘老爷子 一顿乱劈风棍法打跑 胡子被救下来了 但情况不是很好 于是设置组就只能把胡子带回去救助 带回去之后胡子显得很不配 后来伤好了之后 又送到动物园里面住了一段时间 但是很显然 胡子不喜欢这种生活 并且也很反对包办婚姻 当然也许是圈养大熊猫 他看不太少 总之在潘老爷子和胡子的努力之下 胡子也是重回大自然 此时的胡子已经七岁了 在动物园里面吃的那是标肥体重 体重达到精雄的250斤 换算成人类至少也是个标型大汉 而胡子回去的第一件事 那就是报仇 这只熊猫一巴掌就把一只豺狼拍死 还把花豹当屁垫在地上摩擦 甚至还揍得一只黑熊 见到熊猫撒腿就跑 胡子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强 刚刚回到山林里的胡子 就看见四只豺狼在围攻一只大熊猫幼子 这似曾相识的一幕唤醒了胡子的记忆 当然我们胡子哥从来不记仇 因为有仇当场就给报了 那要是当场报不了怎么办 这要是遇上当场报不了的仇 我们胡子哥那可是要算利息的 只见胡子冲上去就是一巴掌 直接把豺狼拍出一个高位截摊 剩下的三只豺狼看着自己好兄弟受了重伤 躺在地上生死不明 那叫一个仗义 毫不犹豫就开润 光速跑路瞬间就没影了 之后的胡子又看金钱豹不顺影 大概可能是因为 金钱豹的颜色和柴很相近 反正特别喜欢摁着金钱豹走 小样你穿的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是吧 而每当到了发情期 胡子就会更加的暴躁 别说金钱豹了 看见这个艺人多高的黑熊了吗 误入胡子地盘被撞见之后 挨了一顿胡子爱的抱抱 从此以后吓得这只黑熊 见到熊猫就跑路 根本不敢管是不是胡子奔 从此之后胡子的威名响彻情侣 但胡子知道自己还有个仇没有报 当初被亲妈抛弃之后 被两脚受营救之前 曾经在一只名叫老瞻的熊猫地盘 做过那么一些标记 差点没被老瞻打死 之后才遇上了豺狼 因此在立威之后 胡子就找上了老瞻 给老瞻这顿好打 这就叫默契少年穷 愣是给老瞻打进熊猫基地治疗 换成两脚兽来说 就是直接打进ICU了 事后老瞻回忆 年轻人不讲武德 来天来偷袭 我69岁的老同志 我劝这位年轻人耗自为之 按理来说 胡子应该是非常受欢迎的 毕竟武力之报表 对于野生大熊猫来说 安全感也是报表 然而事实确实 我们的胡子哥根本没熊猫领 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胡子哥 已经把秦岭附近的熊猫 只要是闯入领地的 甚至是在边上就是路过 不论公母都揍了个遍 不能说是胜多败少吧 只能说是根本没输过 所以胡子在找对象这件事上 根本就没什么竞争者 敢跟胡子竞争 但主要问题在于 也根本没有母熊猫 敢和胡子哥发生什么感情 毕竟谁又没爱过胡子哥的熊掌 因此胡子哥不光在物理上 也在感情上知道了什么叫 无敌是多么寂寞 因此胡子哥只能做出一个 违背祖宗的决定 自己独身去外地找对象 这才把熊生大事解决了 但英雄总有迟暮的时候 2006年那是人们最后 见到胡子的意味 胡子全身都脏兮兮的 耳朵也少了半个 他之前的领地 也被年轻熊猫占领了 自此之后 胡子就彻底消失了 愿胡子再胖达兴过的开心吧 六四多斤了 嗯 你少点你六四多斤了 来啊 胖儿 越狱小王子 西之门三太子 萌兰又在跃跃欲试 萌兰为什么这么想出去 自从上次萌兰差点越狱成功之后 北京动物园为了留住西之门三太子 直接给萌兰加了个豪华顶蓬 萌兰虽然不是很理解加的是什么 但是经过萌兰那个聪明的小脑瓜思考 和简单的测试之后 萌兰发现自己好像确实是出不去 于是坐到一边开始思考熊生 但西之门三太子岂是白叫了 很快这个聪明的小脑瓜 就想出来一个好办法 爬不出去也能挖洞挖出去 说干就干 萌兰开始在围墙边上挖坑 没几分钟之后 墙角就被萌兰刨出来一个大坑 但萌兰没考虑的是 现在可是大白天的 这么多人看着呢 甚至还有人拍下来作案全程了 然后作案被迫中断 Plan B也宣告失败 萌兰为什么这么执着越狱 据传言是因为她的发姑奶爸 萌兰是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出生的 也是在这长大的 在这有美奶妈和发姑奶爸 美奶妈可是没少被萌兰几个兄弟折腾 而发姑奶爸可以说是最爱萌兰的 成都基地里面 发姑奶爸管萌兰叫12 而且经常抱着萌兰 可以说对于发姑奶爸来说 萌兰就是最特别的那只熊猫 无论是萌兰走之后 还是走之前 都没有任何一只熊猫 能够在发姑奶爸这里得到 像是萌兰这种待遇 而萌兰也是知道发姑奶爸对自己好 也是经常黏着发姑奶爸 但天下哪有不散的沿袭 萌兰终究是要走 去北京动物园 和妈妈一起团聚 知道萌兰要走的那天 发姑奶爸请了假 不知道是真的有事 还是没办法面对要走的萌兰 总之萌兰在走的那天 没见到发姑奶爸 这就让他觉得 自己是被拐卖的 所以他不停地尝试越狱 就是想回四川找到发姑奶爸 对于萌兰来说 发姑奶爸才是最特别的那个两脚兽 发姑奶爸在萌兰走之后 也一直惦记着萌兰 就连给花花过生日的时候 也会说今天也是12的生日 希望有一天 一人一熊能再次相遇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各位观众老爷们有什么看过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